当我目睹耳闻家禽被杀时的痛苦 心里会产生极度的不安慰焦虑 请问应该如何克服 先不要他克服 首先你看到什么 这个惨酷的现象 你有没有办法救他 你要给他送经 给他念佛 给他回想 要发愿 把我们的愿力供养他 往后生生世世 不找我意 不要去害人 动物今天被人宰杀 都有原因 绝对不是说没有前因 你过去杀他 今天他杀你 冤冤相报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 你还有怨恨 来世你还要杀他 但是冤冤相报是一次比一次残酷 不会报的刚刚好 总是超过 不会不急 所以这个仇恨就越来越深 总要化解 化解是从觉悟 真正明白了 真正觉悟了 受再大的灾难 也不埋怨人 不怨天 不由人 这个结就了了 账就了了 如果还有怨天 有人 来世还要从来 这个太苦了 太可怜了 彩虹